大家好 短短两种的行程结束了 回去 训练 准备下一场比赛 在这两种事件呢 朋友们的口爱 让我受宠若惊 这是我大二十五年全体以来 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 哪一天我怕我被别人挤到了 嗯 到时候别 老铁门别说我都行啊 别碰我都行 大家好 我是高特小男 张志磊因两次击败乔一时 而名声大声 回到国内 受到了各地粉丝的热情追捧 现在的他已到达泰国 结束了两日的行程 每个属时被粉丝们的热情给感动到了 有些让他受宠若惊 总感觉有做得不到的地方 愧对粉丝 这次夺着金腰带 回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属时让他都没有想到 打了这么多年的拳击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这么匆忙的回去 主要是因为他的节奏 全被打乱了 不管是从生活饮食 还是训练 他以自己无法掌控 他这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次回到美国 细分析之下还是有原因的 有专业的人士认为 他这次回到国内 可以多短一点时间 因为他最近引南内 几乎没比赛可打 每天面对的就是媒体的采访 或者粉丝们的追捧 作为运动员的他 饮食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主要是磊哥自己一直都很自律 为什么不在国内训练 而是必须去美国训练呢 这是有原因的 此时方面直言不愧地表示过 要是张志磊在国内训练的话 他肯定出不来 也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成绩 幸好是去美国 张志磊跟我一样大的 他要在国内的话 你说他能出来吗 他练不出来 你知道吧 他在国内的话 你知道国内这个环境 兄弟们咱聊聊了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小名气了 这个兄弟那个哥们 七大姑八大姨 今天这个明天那个 兄弟出来吃点喝点 在国内能行吗 在国内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走职业 职业能走好吗 张志磊如果在国内的话能行吗 幸好他去美国了 方面的这些话 不偏不移地 触动了我们的心窝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过 哪个有梦想 他这一辈子就想干一件事 做好拳击 他的精神之助 就是希望 咱们中国人 重量级 能够站在世界重量级 拳台之巅 张志磊从不换向任何未来 只想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赢下每一场比赛 因为这样最踏实了 张志磊为一场平局赛后 直接住进了医院 差点断送了他的拳击生涯 出院后直接突变 撂下狠话 这是放虎一山 张志磊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好 完全有能力击败任何选手 由于四大组织 监兵战的形成 加上维尔德又与约苏家来了一场谈判 就目前形势来看 能与他们对决的希望非常渺茫 团队为了张志磊的比赛 不惜努力 忙于兵波 可是磊哥却有一些担心 万一打不好了 怕被网友们 喷得啥也不死 磊哥打算在打纪念 现在没确定的 没有说具体的念说 等哪一天 磊哥打不动了 都不打了 到时候 老铁们别说我都行 别捧我都行 哪一天 怕我被别人挤到了 然后 你们在后边 也在后边 说 我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那磊哥都伤心了 张志磊一拳960磅 泰森一拳880 不过泰森40岁时 已经啥也不设了 磊哥在黄泽人 不擅长的领域 创造了历史 他的励志人生 给无数人鼓舞和起敌 欧美人只承认实力 他凭一举之力 打破了百年来 只有黑人和白人 垄乱的国外拳坛 创造了拳击历史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里面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